Hello,大家好,我是莫冲老周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20大 不好意思,先生命一下,我嘴巴里含了一颗润喉糖 因为喉咙有点不舒服 那么为什么要聊20大呢? 是因为20大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其实我本人是非常希望能够很轻松的 每天跟大家聊聊谈诗诵词,聊聊这个 诗歌文学,世界名著,聊这个经济学的一些有趣的思想 但是没办法 因为20大它关系着我们每一个华人 不仅是国内的,墙内的或者是墙外的 每一个人的生存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那么关于20大,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么个东西,我有个朋友前两天是在线下 在跟我聊天,因为他也在墨尔本 那么他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就跟我交流 我们打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半小时 他系统的跟我讲了他的一些观点 然后我也讲了我的一些观点 最后我一总结发现 两个版本都是,怎么说呢 都可以自圆其说 基本上都可以自圆其说 所以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你的版本我不能否定 就你对目前国内形式的这套理解 我说我不能否定 但是我说你也没办法否定我的 我们这两个版本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和资料都太有限了 谁都没办法去 百分之百的说自己这个就一定是对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继续吃瓜 继续看 看看事情最后是怎么发展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们两个人不同的这种理解 两个版本解明而要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让大家对比一下 那么大家听完之后 看看你觉得哪个版本更符合你的想法 欢迎你在留言区 那么留言告诉我 我先说我的吧 然后我等一下再说他的那个版本 关于国内这个二十大的这个形式 包括现在这个习派跟反习派的斗争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说我的结论 就是我认为习近平二十大 这个连任他成功的概率是低于50% 而且就算他真的成功连任了 他后面的五年也会非常的艰难 然后很有可能他最后是无法实现他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的 那么我的理解就是习近平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中国朝鲜化 这个我之前已经有好几期视频都提到过了 就是要把中国朝鲜化 那么朝鲜的这个模式是习近平心中最理想的一个模式 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共他是这么想的 对他个人当然好了 因为朝鲜模式 这等于说他可以做皇帝了 那么为什么在习近平的眼里 朝鲜模式对共产党也很好呢 那这个道理呢 我在之前的这一期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听完本期视频之后去点开看一下 那么给定了习近平的目标是要把中国朝鲜化 那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呢 就是去学习当年毛泽东还有金日成的一些做法 那么这个就可以概括习近平从执政到现在这四年来做过的很多事情 都是他为了朝鲜化在做准备 那么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我认为习近平跟中共党内的高层 所有高层之间都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是说他一定是要去凌驾于所有的 其他的这个党内的人物之上 他这种凌驾呢 还不像是当年的毛泽东以党主席的身份 凌驾于这个政治局常委 这个或者说政治局委员的这个之上的这种状态 他要远超于那个 他是相当于是像清扫的这个皇帝 对这个下面的这种官员的这种组织跟奴才的关系 这是习近平想要建立这种模式 他要建立这样一个模式呢 其实除了少数特别忠心恳恳的人之外呢 其他所有党内的高层 都是会受力都会受损害的 所以他们都会反对习近平 这是由习近平的目标所决定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 习近平在党内他其实是 他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阻力 所以我认为呢 在这种情况下 团系跟江派是很有可能合作起来 再加上党内的那些元老 他们都是习近平这个把中国 朝鲜化这个模式的将来的 那个受损害的对象 因为朝鲜模式容不下太多高官的 这个国家也会彻底变穷 因为闭光所国了嘛 彻底变穷 他养不了那么多 那个这个特权阶层的 所以那些跟着习近平 现在混的这些人啊 丁薛祥啊 什么李希啊 还有这个蔡奇啊 这些人是有可能 将来跟着他上去啊 他们获得利益会比现在更大 但是其他的人 获得利益都只会比现在少 甚至他们将来会面临着一个灭顶自灾 所以这些人他们心里是有数的啊 他们一定会反抗 所以像有的自媒体所说的那样 什么习近平根本没有反对他的人 或者是反对他的人 根本没办法团结起来 因为他们之间 呃之前就有很深的矛盾等等 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未必成立啊 因为现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习近平 他们有个共同的要阻挠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想要把中国朝鲜化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完全有可能达成谅情啊 合作起来 那么那个老灯啊 老灯爆料的那个老灯 他的观点跟我是完全一致的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呃我们就要看双方最终实力上的对比 而我的意见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反对的一方 就反习的那一派啊 包括团派这个江派 还有这个元老 他们各自都在军队里面 有自己的一部分的影响力 这些人的影响力加起来啊 未必不能跟习近平抗衡啊 未必不能跟习近平抗衡 而在决定习近平这个能否连任的三个关键因素里面 除了军队之外 刚刚讲过了 习近平未必绝对占优势啊 跟法西派对比 另外两个部分 一个是中央组织这一块啊 那些元老 他们的这个影响也是很深的 我认为甚至超过了习近平 在第三个决定性的因素上 就是民意上面呢 这个习近平现在已经基本上 民意上市殆尽了 所以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 习近平从总体上来讲 并不占有决定的优势啊 所以我的结论是习近平 他是只有低于二分之一的可能性 会在二十大连任上面取得成功 这是我的一个版本啊 然后现在我来说说我那个朋友的版本 大家对比一下啊 那么我的朋友是这么理解 他认为呢习近平的目标不是把中国朝铁 他是要做回老毛那种状态 就是说他要成为党的主席 然后呢凌驾于所有的常委之上 然后呢这个党主席呢他要做到老 就像毛泽东一样啊做到死为止 那么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 能不能够给他的自己的人连任 他其实是不会在乎的 那么这是他认为习近平的目标 那么根据他这个目标 这个党内的其他的势力 就跟习近平之间没有一个 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对立关系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嘛 习近平只是想爬到他们上面去 所以这些人还可以在习近平的这个 连任之后呢继续保留他们在党内的地位 继续取得他们的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这个朋友还认为习近平在军队的地位呢是无法动摇的 他在军队里面已经藏有了绝对的这个优势 其他的人又不能联合起来 所以军队他最终一定是挺习近平的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啊 那么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连任一定是会成功的 习近平呢也一定会成功的变成党主席 然后其他的人一定都会变成比他矮一级啊 就是重新回到毛的状态 那么中国一定在未来的几十年是要完蛋的 大家听明白我们之间的一些区别了吧 我就不重处了啊 好那么我希望你听完之后呢思考一下啊 你觉得哪个版本啊就是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啊 希望你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们好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点击这个小铃铛啊 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转发留言收藏我们的视频 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